被五个姐夫宠爱有多幸福 约云鹏这个小舅子来现身说法 姐夫们围着灶台忙个不停 约云鹏却悠闲地插着兜流打 看见镜头还不忘邪魅一笑 有网友说约云鹏架子太大 殊不知姐夫们都是心甘情愿的 要知道 小月月成名后不停给每位姐姐家里都买了房子 还承担了外甥们的学费生活费 更别说还有几个姐姐用小月月的名号 开启了直播混得风风水起 有这么好的小舅子做做饭又算什么呢 不过约云鹏也不是傻乎乎的冤大头 他现在对姐姐们这么好 其实是在报恩 约云鹏出生在河南农村在那个年代 没有儿子的家庭会被人骂是绝户 于是父母在连生了五个女儿后 又生下了约云鹏这个长子 因为家里太穷 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学 因此姐姐们只好含泪辍绝 外出打工给弟弟赚学费 年幼的约云鹏并不知道 姐姐们的眼泪意味着什么 只知道姐姐对自己好 他人生中的第一部手机 就是姐姐打工时赚钱给自己买 我有个姐姐在北京 她当时做服务员 她一个月六百多块钱 她攒了两个月的工资 给我买了一个手机 后来岳云鹏被漂打工 当保安说相声 这部手机始终被她带在身边 等到后来旧的实在用不了了 岳云鹏也没扔掉它 而是受在家里留作纪念 在最艰难的时候 是姐姐们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成为岳云鹏最大的后盾 让她一步步走向了敌宫 可贵的是 岳云鹏也十分懂得感恩 腾云之初 她就把赚来的钱都贴补给了家里 等到吐红后 岳云鹏更是一口气 给姐姐们一人买了一套房子 还给几个外甥都安排好了工作 姐姐来的有什么要求 她都愿意满足 挣着钱 竟是贴补这个贴补那个 这个不容易 是不是说的对不对 是 这些年 百分之七八十 全都给家里了 岳云鹏靠着一己之力 知这个今日村里最穷的家庭 人人都过上了富足幸福的生活 而她跟姐姐们之间的亲情 也是献煞重人啊 其实除了姐姐 岳云鹏对别的亲戚也很好 而这就给某个人可乘之机 当场岳云鹏的助理后 就开始作威作福 谁是德云社里小月月离不开的人 答案不是师傅郭德纲 而是她的助理 冲冲 毕竟这课是经过岳云鹏 亲自盖章认证过的 明明只是一个助理 冲冲却是德云社里的隐形的大佬 岳云鹏对她完全处处无测 别人上班时静静夜夜打工 冲冲上班时来去自由 动不动做玩失踪 从1月到4月 冲冲从年前失联等年后 任凭小月月千呼万唤 始终没有任何殷勤 无奈之下 小月月只好自己给自己当助理 哭哈哈的亲自对接上路 等到冲冲好不容易回话了 月月已经被磨得一点脾气都没了 而这位大爷不上班的理由 也很简单粗暴 谈恋爱去了 如今回来了也不是良心发现 而是分手了 冲冲为啥如此豪横 只因她是个不得不扣的关系户 冲冲的奶奶跟我妈妈是亲姐妹 所以说我拿她没办法 我也不能开除她 有这层关系在 难怪月云鹏拿冲冲没办法 否则月妈妈就是第一狗的答应 另外冲冲其实也是月云鹏的徒步 一名叫做徐晓涂 很多朋友可能觉得疑惑 为啥从来没见过月月捧自家徒弟呢 其实不是她不想 而是冲冲实在不是这块料 冲冲在相声方面天赋不高 所以就兼职当着月云鹏的助理 专注给月云鹏拆台 这些年月云鹏的私房钱 可没少被冲冲惦记 抠门的月云鹏为啥成了 德云社的请客担当 这背后的最大功臣就是冲冲 冲冲着反号老板羊毛的操作 资本家见了独知乎内行 看烧病笑得看不见眼睛的样子 就知道没少被月云鹏请客 心疼月月一秒钟 为了掏空月云鹏的钱包 冲冲也是出尽其招 月月让冲冲帮忙给自己女儿赋印资料 冲冲每次都吐槽赋印废贵 小月云鹏只好次次都慷慨解囊 才能堵住她的嘴 只是月云鹏哪里知道 自家就有打印机 所以冲冲打印其实根本不花钱 自己的小金库就这样被冲冲掏空了 不过月云鹏这笔账其实也不亏 现在月云鹏能成为德云社流量最大的台柱子之一 还真理不开冲冲的心血 冲冲给老板出题小月月只猜出来了第一个 到了第二个题的答案就已经让她无语了 结果第三题更是把月云鹏气得要命 月龙刚就是小月月的本能 别看小月月被冲冲坑得很惨 她每次被坑基本上都能上热搜 从这一点来说冲冲帮月云鹏维持住了热度 也省了一大笔宣传费用 难怪月云鹏只会嘴上嚷嚷要开除冲冲 却从来不敢付出行动 不过有时候这热搜月云鹏也不想上 因为他是被骂上去的 当着吴京的面调戏谢南会有什么下场 这不是我儿子吗 哎呀 儿子被月云鹏调侃和自己长得像月云鹏 吴京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谢南也拼过头去不说话 随之月云鹏又语气渐渐地继续拿着两口子开顺 你忘了那年你出去开戏了 虽然都知道是为了演出效果 但得意的月云鹏显然有些忘了行 说话也越来越没个把门 而吴京也不是吃亏的软柿子 一句话就把月云鹏说得牙口无言 你回去问问你母亲 你是不是在香港出场 有网友觉得吴京拿月云鹏母亲说事 行为有点不厚道 但支持吴京的人却占了大多数 毕竟月云鹏先拿人家老婆孩子开玩笑的 吴京忍不了也是正常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月云鹏第一次口无遮拦被骂了 其实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跳舞 我进去看你腿很粗 你腿很粗 李斯丹尼被月云鹏嘲笑腿粗 红多的其他男嘉宾忍不住放声大笑 此时月云鹏才意识到自己发言有些不错 连忙着补回来 你这样看起来很细了 你刚才是这样的 这样的 为了缓解尴尬 李斯丹尼自爆脚踝粗 还在节目播出后发了微博调侃自己 尽管如此 月云鹏还是连夜被骂上了热搜 大多数网友都觉得 月云鹏的言论太不尊重女性了 更何况她自己就不受 却还反过头来嘲笑别人 这种低情商操作实在是太下头 在月云鹏面前陷入尴尬的女明星 不止李斯丹尼一人 月云鹏脱口而出的一句不红 不仅让旁边的热巴一脸震惊 也震惊了一种吃瓜网友 毕竟张军宁已经出道足夺20年了 也就是说 在月云鹏还在酒店端盘子的时候 张军宁就已经成了女明星了 节目播出后 月云鹏和张军宁这两个当事人 很快就被顶上了热搜 而张军宁也没介意 而是情商很高的发微博回应 才把此事结过 不过要是换成杨幂 可就没这么好脾气了 爱的共养好听吗 好听 不好听吗 行那我不会唱 被月云鹏吐槽唱歌难听 气得杨幂直接灭灯 小月云 以后说话前可涨点心吧